大家好,欢迎来到那次家 今天咱们继续阳台衣物的分享 今天这款是基纽特种部队里的利库姆 那么这款产品是阳台进去之前发售的 所以在这个外箱上呢 还有它这之前的一些设计痕迹 比如说这个logo 还有这个基纽特种部队的这个字样 那么内箱上也有这个BrickStudio的logo 那么这款产品我当时的购入价是和巴特还有古尔多 三个一块全新未拆一千七百五买的 目前呢这款产品单一的价格差不多是五百五到六百 在咸鱼上货量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么它的内包装呢是采用的阳台进去之前 惯用的这个灰色宝龙 然后上面有这个BrickStudio的印刷标记 同时绑带呢也是质量比较高的绑带 上面也有这个BrickStudio的印刷 阳台产品的内包装呢一般还是保护的比较好的 但是这款产品呢有一个通病 好多人也反映了 就是在利库姆右手托龙珠这个手下的小指是比较容易损坏的 那么画面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我这个也损了啊 但是这个呢 粘合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应该不算一个大问题 在这个包装盒里的布局比较清晰啊 左上角就是这个涂雕啊 因为塑地比较大 所以它做了分件啊 然后就是龙珠和龙珠地台啊 同时这个探测器啊 也做了分件啊 那么最中间就是它的这个比较硕大的一个本体啊 那么右手臂呢 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 一个是自然下垂握全手 另一个就是脱龙珠的这只手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款产品高度和重量啊 这个重量呢 我这个小秤已经量不下了啊 这个只能拿到体重上升 大体上是3.2公斤啊 那么身高咱们看一下啊 从我这这个角度看是39厘米高 那么巴特呢 可能就要超过40了啊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和它的同系列产品放在一起 那么这个身材高度错落有致啊 无论是从这个做工 还是从这个身材高度来来看的话 都是非常的搭调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用这个阳台自己的超财物工 做一个比例尺啊 放在他们中间 看一看这个比例搭配啊 这个比例也是非常的正确的啊 这套产品还是这个阳台难得一见的这个精品啊 无论从这个建模 漆面涂装 还是从设计啊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利库姆呢 是基纽特种部队里边 五个成员里边 唯一的和地球人类外观比较类似的成员 那么这款产品给人的整体感觉呢 是他的这个建模呢 还算是比较准确的啊 面部神态呢 和这个肌肉的饱满程度呢 也是比较好的啊 对他这个肌肉饱满的五短身材的刻画 那么也比较准确啊 各个部位的这个纹理和细节也是比较丰富 那么漆面上呢 也做到了啊 这个平整光滑啊 基本没有什么杂质啊 和前几款产品也是保持了一致 那么色彩方面呢 整体色彩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那么多处还用到了这个光油和阳台 比较喜欢用的这个荧光粉 那么增加了这个漆面的质感 那么我们分布看一看它身上各部分的细节啊 那么首先说这颗头雕啊 有人说这颗头雕不像啊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还是比较像的啊 这个利库姆二勒八基的这个感觉啊 体现的也非常的到位啊 我觉得 那么脸上的这些皮肤纹理啊 还有这个肤色啊 包括这个阴影渐变啊 我觉得拿捏的都是比较准确的啊 那么这个五官刻画呢 也是比较深刻的 探测器呢 是做了一个分件啊 用磁系的方式 这个磁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也是做的一如既往的好啊 这个透明件是非常的通透的啊 那么这个磁性也非常强啊 刻画呢 也非常细致 很容易就可以稀长 而且非常的位置非常的准啊 那么头发的颜色和细节呢 还有这个色彩的过度 还有这个色彩的使用啊 个人觉得也都是不错的啊 包括跟脑袋的这个粘合处啊 也是比较干净啊 当然有一些细微的小瑕疵啊 瑕不掩欲啊 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啊 所以这颗头雕呢 总体来说呢 应该可以拿一个八九分的样子吧 非常不错啊 下面我们看看他这个上半身啊 这个上半身呢 战斗服和紧身衣的刻画呢 也类似鸡牛啊 那么这个甲叶子呢 这个用了这个高饱和度的色彩啊 那加光油处理 那么紧身衣呢 也加了这个荧光色啊 那么皮肤的这些纹理呢 和细节的刻画也非常的细致啊 包括这个脖子这块啊 这个肌肉的线条纹理刻画都非常的棒 那么阴影的渐变呢 也非常自然啊 因为他有的人呢 这个做出来的东西不太自然 虽然加了一堆阴影 但是感觉那都有点多余啊 那么这个肤色呢 可能有的朋友觉得 是不是有点发红了啊 不过这种肤色呢 在这个官方的一番上 地球套里的纳巴身上呢 也有用到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个问题啊 那么仔细看看相关的各部分的细节呢 也都处理的非常到位啊 该上光油的地方也上了光油 该刷荧光色的也刷了荧光色 使他这个立体 立体感呢 直接就拉满了 包括这个白色的盔甲的 这块的这个阴影啊 加上渐变啊 那么身上的这个logo呢 也不像鸡钮似的 刻画的那么烂啊 那么手臂呢 除了这两条啊 自然下垂的手臂啊 这个之外呢 他还多了一个 这一侧的一个替换手啊 这个替换手是抓握龙珠用的啊 就是一个托举状态 当时这个小指呢 断裂了 咱们刚才也看了 我也给它贴上了啊 正好这个 咱们可以拿进点看 这个皮肤的纹理 包括上面的青筋和血管的刻画 包括这个战斗紧身衣的 这个荧光处理啊 这么一转 这个见面效果也是非常棒 手套呢 也加了这个荧光粉啊 所以就有种反光的感觉 这个呢 白洞的产品都没有这个荧光的效果啊 这可能是阳台比较喜欢使用的啊 这个这个细节处理方式吧 包括这些皮革的纹理刻画也都是非常不错 还有手掌内部也可以啊 当然这个小指我已经给它沾上了 大家应该都看不出来 对不对 稍微有点粉啊 你不仔细对着它观察 肯定看不出来啊 这一侧呢 基本上粘的天衣无缝啊 这个小指都断了 那么下半身呢 和上半身一样啊 漆面啊 非常整洁啊 那个细节呢 也比较多啊 刻画得非常丰富 那腿部的这个肌肉量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显得非常刚猛有力 这一点的把握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鞋上呢 也加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荧光粉 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个反光的一个效果啊 同时这个阴影呢 刻画也是比较自然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后 后边这个肌肉啊 这个腿肚子的刻画 还有这个血管 青筋的这个刻画 还有鞋子的这个纹理处理 同时这个 后边这块的这个战斗服 这个阴影 转起来可能就是效果是 看的是更清楚了啊 包括这个皮肤上的纹理啊 都非常的不错 相当不错的一款产品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姿态是利库姆托举三星龙珠的姿态啊 这颗龙珠做的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啊 通透度非常的好啊 质量非常的高 同时他也附赠了一个龙珠的底座啊 不需要的话可以放在底座上 那么还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就是在更换这个替换手臂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他为了扩举这颗龙珠啊 龙珠的这个重量大概是80克左右啊 非常的沉 所以他把这个磁性做的过腔了啊 所以这个插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损坏了这个指头啊 也不要这个配件相互撞击 那么造成这个蹭击啊 那么这款利库母呢 我个人觉得呢 是目前分享的四款机纽特种部队里边质量最好的一款啊 那么现在咸鱼上的货量呢 也是比较丰富的啊 价格从550到600之间啊 你就可以买到这个拆摆的了啊 那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去收 那么今天关于这款阳台遗物啊 机纽特种部队里边的利库母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么下次呢 咱们分享它的最后一款啊 巴特啊 那么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感谢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